各位累積官員,我們各位同仁,大家好 請主席,我們請教楊部長 楊部長,恭喜你,今天正式接任國防部長 當然你的心情,我想你的心情是很重的 責任也重大 在這個時候來接國防部長,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契機 國防部改革的契機 那當然危機也是轉機 雖然這個洪仲邱案已經惠惠揚揚了將近一個月了 那起訴昨天已經是檢察署也起訴了18位 這個四官兵 那我想這個事情好像還沒有死卸下來 後面可能還要遠近,因為大家在社會上對起訴的內容 跟部分民眾的一些看法 當然還有漏差 大家覺得這個 有時候台灣的社會現在已經演變成這個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所以 再怎麼解釋 我想這個案子在發生當初 在偵查過程當然大家都知道,偵查是不公開 各方面我們也是講求要證據 那你速度慢的時候,社會一般很多好事者也說 怎麼能夠這樣切香腸 不趕快把真相公佈 那現在這個至少已經起訴了 我想這個應該也有把這一部分的真相彰顯出來了 應該我們也要尊重司法 不然台灣是民主社會,法制的社會 我想再這樣下去,我們司法的一個威信都蕩然無存 所以 再不管說精華這一方面,還是移送到司法 我沒預測 如果說你有部分在我們一般司法體系這一邊 我想到時候如果判輕了 我想很多人又要起來叫了 所以這個台灣現在社會很沒有是非 我想只要司法、軍事檢察官這一方面 還是說司法院、法務部這一方面 給他們一個乾淨的偵查空間 我想這對台灣整個社會才有利 委員所言及事 所以經過這個案子 我想我們有時候報紙都看了都不想看了 一個媒體一天到晚,重複又重複 實在是對整個國家司法 還是對國防部的一個督促 將來的改革我想都是 都沒有什麼幫助 廢話一堆 所以我是想說 藉這個機會是一個改革的契機 我們楊部長 也是在副部長也當那麼久了 而且是一個文員部長 我想這個應該有一些文員的思維 在改革方面能夠盡一份更大的行李 如果在你任內 這個真正像金中元潛這個問題 能夠彰顯 能夠過去發生的這些案子 能夠減少 我想大家對你一定豎起大拇指 謝謝委員指教 所以這個我們給部長 這個一些勉勵 希望能夠大開大可的去改革 當然在我們昨天這個司法 在金法部分要移送到一般的司法方面的 這個修法的問題 這當然法治委員會 那邊也在審理 那我是想說 像這樣只有版本 只有我們國民黨這一方面跟民進黨兩黨有提出這兩個案子 應該 我們國防部這邊也要儘快 我們這個行政院版的 能不能夠 移到一般司法去的 就不能 因為我們牽涉到經濟的維護 我們這個 戰力的維護 這方面跟一般是 當然是 也有一些自愛難省的地方 是不是 我們那個 我看報告好像有講 這個這個 我們有那個部裡面也有在研究還要公聽會 那時間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吧 我們因為很慎重所以希望能夠 廣聽大家的意思 也是要儘快 因為現在在這個捷骨眼上你知道台灣這個就是 大家有時候問題發生了 都是超短線啦 有時候政治人物也為了 為了關心 結果 關心過度了 整個國家的體制 將來破壞了要再收拾實在也是很難 所以說這個應該 我們部裡面 國防部這一方面的看法 你們的一個 後想要怎麼去改革 我們儘快的支援 然後 在精華這一方面的改革 我們對 對這一方面 我想我就不談了 我們在 大家都關注的當然是 我們 除了說司法維護人權 在金鐘人權維護金鐘人權 這個把司法這一部分來改革之外 我想在 金隊的行政 這方面問題 出在這邊也蠻多的 我想這個 這個 我們 洪仲秋這個王室的這個案子 我想因素 他其實過程 有的是本來金鐘就存在的 就應該這樣做了一個標準座位流程 比如說你視頻會啦 然後到這個 還要 要去關緊閉日 還要去送身體檢查 體檢報告這一些 我想這個 個別的如果把它分開 當然都是依法行事 但是因為這三個都是沒有 沒有 沒有去依法行事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結合在一起就變成 造成 洪仲秋的王室 對不對 是的 你看這個 首先是換走線 他強力去主導這個視頻會 一定要把它送去 緊閉 那 第二部就是 護理長 他這邊也是 好像就是說 這個堅持要嚴懲 813的體檢報告 又好像比一般的程序 又縮短了許多 這樣結合才會造成這個事 所以金鐘的座位流程 行政座位流程是不是 有辦法 不然將來 能夠更明確一點 給他們怎麼去做 你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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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一個 節點 上面發生什麼 這個 這個 有異常的時候 你就 就可以發現問題了 想我一個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 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做的行政的調查 以及也做了行政審訴 那麼司法 就軍檢他們的報告也提出來 他有很多的調查的卷中的內容 這裡面都隱藏了我們在哪邊舒適的節點 就是委員剛剛所提示的 這個就是提供給我們將來 去改革的地方 非常具體 對 當然金鐘 我也是 我也是那個 在二十起的 二十起 這個一杯金關 那時候第一起考選的 那時候我們進去訓練也是也蠻嚴格的 我想我們 那時候訓練我想那個 也有什麼早裝演習 這個棉被操 什麼晚上有時候滑滑的戰衛兵 八個鐘頭就戰四個鐘頭 像這樣 這個我們都 那時候 當然時空不一樣 幾十年前了 我們覺得說 那時候金鐘都流行 合理的是信念 不合理的是謀念 有時候要謀念我們的意志 耐心 耐力 我想這個 為了保家未寡 我想這個是必要的 那當然 時代不同 現在講究人權 不像過去 過去我們不會 這樣我們也不會叫苦 好像覺得說 這個信念 這個之後 我們反而出社會 還是對自己的底薄 還有出社會一些 一些抗壓性 我們還玩重一點 這當然是另一個角度來講 那現在 施工背景不一樣呢 現在金鐘 小孩子又少 大家 這個家長把孩子送去當兵 當然都是 過去一個 一個觀念 都有金鐘的一些 這個管教的問題 我很擔心 我們 現在當立委 當然有很多的 這個金鐘的案件 那就擔心去到金鐘會不會受 做懲罰 會不會怎麼那個 不合理的管教 都會擔心 所以 我有一些比較抗壓性 比較 不耐 這個抗壓性比較低的一個 小孩子還是 還是 這個可能 在 精神上 各方面 跟一般的 這個 小孩子不一樣 他們父母就擔心會來講 現在有一些例子 我們金鐘 給他觀察說 這個給他特別 知道他的一個性向還是怎麼樣 他就 胡導長還是金鐘的長官給他一些 來都給他吸含問軟 給他關心一下 這個他一個 一個 去就放心了 不會去想東想家 什麼 這個 一天到晚打電話回家 像這個 這種一些個案 其實是很好處理 只要我們 長官都關心部署 隨時給他能夠一些 加勉 勉力 我想 這個問題就不至於會發生 除了很多刁蠻 還是說 調皮的 而且現在金鐘也黃不順黃 我們社會變成這樣一個社會已經變質了 整個你看金鐘也販毒的 高利貸的 老鼠會 都會跑到金鐘去 所以像這個都應該在社會結構的改變 一些國際不應該存在的金鐘都會支撐 這方面我們 因為國防六法通過以後 本部設立了正峰市 正峰市對這些問題 它具有一個獨立調查 跟管制的地方 這是我們在這邊 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在做了 對我想因為募斌制我們也快實施了啦 如果說在這次的當然對募斌制的衝擊也是很大啦 大家有的家長更擔心啦是不是會 那我想 危機就是轉機 剛才我們強調 真的把 也剛好募斌制要推動 我們是不是要在這個時間 把一些大家質疑的問題 過去金鐘發生這一些 剛才我們有很多委員同仁也提到嘛 自殺的啦 其他死亡各方面有一些 比較可疑的 是不是 部長這邊也審視一下 通盤的去研究一下 來 把這些問題能夠去解決的防範的 當然是防範重於重於這個問題發生後的 亡羊普勞 那這個是不是 有一個不只說來我們立法案這邊報告啦 我想也應該公主義社會 大家都了解說 部長真的有心 把這個金鐘的管教問題 能夠做一個新的 有一個耳目一新的做法 是的 這個我們希望 部長在這方面來加強 那當然很多這個金鐘的問題也都是很多在媒體 就是說那個 那個我們 政命性節目啊 那個 這些名嘴去爆料 到底真假 我想很難辨 那這方面是不是 金鐘 我們有金氏發言人士啊 還是各方面 這方面要多加注意 是 在這方面 我們隨時在注意 對啊 一定要提出一個 合理的說明 不要 從政我們 大家對國軍的信心 是的 我們會特別加強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王委員